这个资料写到SS 但是我现在不是要写到SS 我是希望写到MySQL 那写到MySQL的优点其实还蛮多的 我前面讲过 第一个它是网路型的设备 所以它比较不会受限于什么网路共用 那些设定有的没的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你未来 其实不只是VBA可以存取MySQL 其实像任何的很多的商用软体 很多的软体开发层次 像Python、R、手机的 用Java开发的也可以存取 或者用那个像手机的APP 其实所以变成说MySQL 你可以变成是一个资料的一个集中 中间的储存的一个算是什么 一个放置的一个地方 那其他任何的资料 任何的程式 前端的程式只要有需要资料 需要data的话 你都可以到MySQL去捞了 因为任何的程式都可以去 像我们现在 像Python也是一样 Python去抓买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做 反正哪个地方 用哪些比较方便 像在以色列里面最简单还是用VBA 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输入的时候 我就用VBA来开发 那将来如果说我要做后续的分析 Python这部分比较强 而且它有很多套件 那我干脆怎么样 前面弄一弄 然后后面的话再用Python去处理 那可是问题以前你要 讲到资料要交换 怎么办 对那你干脆放MySQL是最简便的 那未来做完结果要秀在哪里 秀在手机APP上面 对那我们也可以怎么办 再把它弄一个手机APP版本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很多不同的系统 但实际上中间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放MySQL 其他像R也可以啦 R也可以直接就丢资料 也可以存取 两边都可以相通的 甚至是任何的系统其实都可以 只要你签到资料簿 所以我觉得这个MySQL真的还蛮好用的 那再来的话 我们假设希望把Data丢到MySQL 那你该怎么做 第一个其实就是先怎么样 把这个弄起来 所以弄起来应该没问题 还好你们的电脑 没有我刚刚这个Apache的问题 所以你们基本上就可以跳过什么 我刚刚讲那个IS 不过未来如果说你遇到 像我刚刚讲的Apache散退的话 那你可以先检查一下 你的这边有没有IS 这些东西 什么Internet 什么Information Service 其实就是一个Web Server 然后它主要就单内侧的相关系 AHP单内侧就会用它 那你只要怎么样把它停止掉就可以 因为之前也蛮多同学 因为我有把一些影片 PHP之前教PHP MySQL的影片 放我的部落格里面 然后就很多人 第一个就设定环境就挂掉了 原来都是这个原因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它也是照我的步骤 可是刚好我之前的环境没有这个 所以我没有讲到 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设定了 其实设定非常简单 就把它停掉就可以了 可是还有之前 问我一个问题 老师可是我IS也会用 那我Apaq也会用怎么办呢 很简单嘛 你把80Port 没有 跟443那个Port 你把它改Port 就可以了 有没有 80跟443 就是因为 IS 它占用了这两个Port 那你怎么办呢 要不就是其中一个改 要不就改IS 要不就改Apaq 那至于怎么修改Port 我想你自己Google一下 就会有答案了 应该也不难 因为我之前改过了 就是我把IS改成什么8080Port 另外一个Port 可能改什么445之类的 反正就破坏不一样 但是你要查一下 那个Port 有没有被其他的城市占用 你不能乱改 OK 那接下来的话要做什么呢 我们已经把Server run 起来了 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个Server run 起来 第一个呢 请你看一下Apaq的Admin 这个Admin指的是管理啦 OK 你把它点下去 它会跳到什么呢 跳到那个Sample for Windows这个画面 那当然进来你可能会是一个什么 Wilkamp画面 因为我刚已经进来过了 那特别注意 它会问你说你要哪一种语言 其中有个中文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中文是简体中文 然后而且它好像会有乱码的情况 所以我的习惯还是切到英文的 那我们第一个需要设定什么 因为它这个Server Server跟单机最大的差异是会有那个所谓的安全性问题 因为你Server放在上面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密码 账号密码就可以让人家随便存取 如果随便存取的话那完蛋了 比如说你Data放到里任何人都可以进去 任何人都可以修改 那就完蛋了 所以怎么办呢 你需要针对什么呢 这个叫Security 因为我看中文可能叫什么安全吧 不过我发现它点进来会变这样 有没有 中文的部分 所以我建议你用English 没有乱码问题 那你这个英文进来之后 请你点选那个Security 安全 然后呢 这个地方因为它Security 绿色是全部都是红灯 所以我需要怎么样 把这三个东西变绿灯 第一个是什么呢 你的Sample的Server 都是for everyone 为什么你这个WebServer 任何人都可以进来 所以你以后网页放上来 任何人都可以串改 那不是完蛋了 所以不用骇客啦 任何人都可以随便 你小学生都可以进来帮你改 改掉资料 所以第一个你需要把WebServer改一下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MySQL的Admin 这个所谓的MySQLAdminUser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说那个MySQL的 那个管理者的账号 它现在呈现什么 No Password 就是没有密码的情况 那怎么办 要把它更正 第三个是PHPMyAdmin 这个是管理MySQL的一个图形界面 目前怎么样 也是随便可以登录 所以这三个要怎么去变更 很简单 请注意 上面如果要变成绿灯的话 现在都红根 请你找到下面这边 它会有一个security的一个连结 它会跟你讲说 你要去产生一个safe的一个相关的设定 请你从这个连结进来 那进来之后的话 很简单 上面是MySQL的Root的Password 那我这边 习惯上是用1234 因为我们上课 我们那个云端上 我有放程式 里面的那个密码都是1234 所以我是建议 你们假设要call我的程式的话 先用1234 但是如果你不是用你改别的 你记得你 我上面云端的程式 你要记得要改那个password的部分 不然的话 可能就会登不进去server的部分 大概是这样 先让MySQL的密码加一下 我用1234 1234 然后底下有个password的change 按下去就可以了 好 这边的话就把它change了 接下来的话 底下这个第一个改完了 第二个的话是samp的目录的管理 那一样我为了方便 会用1234 跟正下 这个是user user我一样用Root 因为在Linux里面都是Root 就管理者 那如果你怕任何人都知道的话 那你改个名称 那因为我是为了方便 那密码的话 一样也用1234 为了方便 按saveMac 它的一个路径 它帮你加密 好 那这个时候请你再点击上面的security 你会发现 绿灯绿灯绿灯 表示说你现在是安全的 OK 所以第一个 请供要设定那个security 让这些全部呈现绿灯状态 不要是红灯就OK了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那我们进到里面之后 再来就设定第二个admin 上面是设定那个sample server 就是web server部分 第二个是设定什么 myseql 所以myseql 点进去的话 它会用什么用来管理呢 用这个叫phpmyadmin 那这个是另外一套的图形界面 这个图形界面主要是方便你管理myseql 当然如果说你会用打指令的方式 其实也可以直接管理myseql 设定第二个table 然后if not exist 然后哪一个栏位放什么逗点 你全部都要用指令来 说真的很辛苦 所以如果你会用图形画界面 什么指令你都不用记 因为你只要用点就可以了 但是你特别注意 刚刚我们设定密码 所以记得帐号是什么呢 记得吧 密码就1234 然后你按执行 恭喜你 但要不要safe 我们现在先safe 因为为了方便 你会看到 这个时候你已经进到myseql的管理画面了 那待会的话 我们只需要什么 就是在myseql 先试着建立一个资料库 OK 第二个的话 在资料库里面建资料表 跟assets差不多 资料库 资料表 第三个建立几个栏位 我们有123456 6个栏位 分别就那边设定好 然后另外也设定他的 比如这个是用文字 那这有文字 这个用整数 这用整数 然后再把它怎么样 用ADO配合seql 就把资料再写到myseql那边去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重点 一 先点击这个admin 记得 我是建议用English 然后security稍微设定一下 变成三个绿灯 第二个的话 再进到myseql里面 我们就可以在myseql里面建table table的话就可以把exel的东西全部都丢到myseql里面去 其实 VPA其实在网路上比较少人用myseql 大部分还是用msseql 不过我是觉得 好像myseql很多其他的语言有在用 所以我干脆放myseql这样大家用会比较方便 不然资料又要转来转去其实也相当不方便 所以干脆用VPA也可以连到myseql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先把安全性修改 第二个的话 就是在登录到myseql里面 用phpmyseql里面就管理 那管理之后当然我们就是要建一个table 那个table的话也许就是针对那个问题二 然后table就是建好之后就可以把资料写过去 那这部分的话怎么做 我想这一整套流程 其实我已经帮各位把sop都已经固定了 所以你反正就照这样操作 以后你VPA东西要写到myseql 其实就照这样操作就OK了 因为这个课程不是第一天开 所以很多同学在工作上 他说受益良多 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弄的 而这个真的不是只是玩具 不是只是 只是好像可以 真的可以用的 而且你工作里面是真的可以拿着来用 那么也是一个好处就是 以后你的资料量非常非常大 都不用担心 因为之前的同学说 老师我有几十GIGA的资料怎么办 那我放eql 当然一定是没办法 那他说放SS也挂 为什么SS好像他 如果格式化成什么Face32 也会有四区还是几区的档案大小限制 所以他资料一放上去挂掉了 后来他就说他改用MySQL 居然可以拖得动 而且还跑得还蛮顺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超级余肉大的 那当然你就不要放 因为不同的 这个城市有不同的特性 你SS其实就有点像一台小摩托车 可以放的东西不多 但是他很方便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一个小货车可以用SS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大卡车 你东西多的话 那你干脆用MySQL 反正放在那边 大仓库 你爱怎么放就怎么放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只有 我们现在这样用 其实连Google都用这个东西 当他的后端Database 连Facebook也用这些东西 所以你说这东西可不可靠 我自己用是觉得非常可靠 因为我自己也架一些论坛 论坛弄了超过十年 就给他机器摆着 也没有发生状况 反而以前用MSC口 还常常不知道原因挂掉 挂掉原因还没办法 还有些没有backup 那怎么办 那就完蛋了 不过这当然我不能在这边这样讲 这样的话 因为可能 因为这东西其实就是 我是实际上我使用的经验 告诉各位 这个使用经验可能不是说 只是现在才用 是可能超过十年以上的时间 用下来心得分享 OK 然后怎么使用最简单 那我尽量就讲你们需要知道的部分 那你们可能目前还不知道 不太需要知道的部分 我暂时没有讲太多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坊间书籍一大堆 自己去看 一本都厚厚的 像什么PHP和MySQL 一堆书 一本比一本厚 那你有空你自己把它拿回来看看 你又多一个技能